跟災民沒有關的事情 卻變成是當場的這個焦點 所以才會覺得情緒上面 有一點這個比較激動些 並非王毅川他所指的說 我是不是去跟銀行談什麼利率 都完全沒有 是婆婆這邊去抵押房子 所借的款項的利息 那他有周轉不過來的部分 那我就來幫家人分擔 是這樣子的 那後續的話 因為其實在這次的新聞爆發出來之前 我們都認為說他是借貸的問題 就是說借了錢 然後他說他玩比特幣還怎麼的賠掉了 我們是不知道說他涉及到的是 還去詐騙他人這件事 所以過程當中就是來跟這個杜先生討債 那所以說也才會有我的那個 對話裡面寫得很清楚 是說你要趕快把錢還給婆婆 這才對 那所以事先前不知道說 他們涉入到的是詐騙他人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我老公的姊姊 有被他的先生家暴 在今年的3月25號保護令也申請下來了 那有家暴限制人身自由 然後辱罵威脅等等的這種情況都有 所以說他們即便在追討這筆款項 但是也沒不敢向外伸張 那希望他們離婚了之後呢 那再進行提告去追討這個款項 我並沒有跟我的大姑說 就是說完全不想往來 並不是這個 昨天就不是這樣的說法了 對然後跟他的合作關係其實是 我跟陸小姐 就是偉泰創意行銷的負責人 然後我們都是跟偉泰來談的 包含是他當時來談案子的時候 也是由這個陸小姐 她是公司你們只要去查就知道 他們雖然是合夥人 但是公司的股份是陸小姐比較多 所以這個公司 他們因為過去有非常豐富的 跟藝人相關的一些公關行銷的經驗 對所以那時候我們要急著找這個化妝師 那他們一定會認識化妝師 所以我們就是5萬塊錢 然後請這個陸小姐幫我們發化妝師來 好